D.S.C. 防磅 因為本身壓力很大 但最後出來的成績不太理想 因為感情問題 總之我有點自責的情緒 我覺得我對她不是 真的好像她那麼好 我婆婆過世的時候 相處的時間可能很少 可能對她的了解也不是很深 有些後悔為何在以前不多陪她 那次可以說是我大學本課裡 最後一次的講述 那天我電腦突然死寂 然後我之前做的全部都沒有了 當時其實我 我沒有哭 我下場之後我也沒有哭 我為什麼會突然放生大哭呢 就是因為我身邊有一個內地學妹 她用普通話問了我一句 她說你PPT是不是不見了 我當時覺得特別特別的委屈 然後就放生大哭 因為我覺得 感覺自己一直很努力 但是好像一直沒有做到 自己想做到的那種效果 當我第一次去香港 我遇到我的父親 我只是淹淡了 我真的太想念他們 當時我記得是晚上 然後真的就特別焦慮 就寫不下去了 然後就出去走一走 就是在土路港邊上 覺得很多東西自己都完不成 或者說完成的沒有那麼好 然後當時就忍不住了 然後當時就忍不住了 譬如我的小歐眉 或者是其他同學 可能表現就好一點 那我自己又會有一個比較的心態 積累了很久的話 壓力就爆發了一些 然後就忍不住了 你哭後 我看過 所有的壞事 都會把他們帶走 算是一種我自己的一個避風感吧 就我不會在別人面前哭 可是對我來講 哭是我必要 抒發自己的一個很好的管道 我現在其實在努力做一件事情 我希望我能成為自己最好的朋友 如果一旦我做到了這個的話 即便我情緒跌得再厲害 我相信我有能力彈回來 因為大家明白自己的慘況 可以分享一下 究竟家裡的壓力 融入不了其他圈子 發覺好像有些共鳴 可能這個世界沒有人會了解到你 但是其實背後可以幫到你的人有很多 只是你願不願意去踏出這一步 譬如跟你身邊最熟的朋友去聊聊天 自己一個很容易想到一邊 或者轉了牛角尖 很多時候都要靠朋友 或者家人 可能點醒 幫我拉出來 拉出來這個心怨 嗶 siz依然 "..自己聽到 還有一些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